从上海出发,历经504天,航程28000余海里 有着环球航海中国第一人之称的航海家翟莫穿越北极死亡航道 近日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不停靠航航北冰洋之旅 为何此前无人完成不停靠航航北冰洋 从古至今,人类对海洋的探索如何促进了中西方间的沟通和交流 国际监金如何加强合作保护海洋 翟莫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南部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因为在这之前的话,就是气候可能还没有变得这么快 另外还有一个是,气候人早已经走过了 但是这次我走的跟他们不太一样的 我们是中间不停靠的 过去的时候,他们东北航道和西北航道都是分开航行 主要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我们的活动 让全球的人关注气候变暖 一旦气候产生突变的话 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 因为去年航行的时候 西伯利亚的气候已经到了37度 南极、北极如果是继续融化的话 那未来的七、八十年 海边城市都不会存在 包括南太平洋的岛国 北极东北航道危机四伏 被称为死亡航道 气候和地的环境给宅末的航行带来困难 没想到一进入官邻海峡就遇到兵了 大面积的浮兵是通过北地区岛的气旋给吹过来的 风力都在十几 在这个区域如果是时间要拖延的话 我们东北航道走一半就会被冻住了 就整个北冰要一定要干十减窗口嘛 北纬的应该是七十五度、七十三度之间 在那地方撞到了冰山 当时我们走也是很慢慢的 就是很小心翼翼的走 要蒙的撞上的话 我们船也受不了 但最后是我们到了宇波士顿 然后绣着船 所以这点是对我们来说 航行还是相对的比较困难 另外是因为我们走的这条路 在西方人眼里面叫死亡之路 白陵海峡、楚河鸡岛 包括巴比伦这种海域 这都是以航海先去的名字秘密的 茫茫大河里边突然有几块这种兵 就像墓碑一样处在那地方 想躲又是躲不开 因为冰是在移动的 一旦有冰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都不会休息的 24个小时都在掌舵 而且都在瞭望 导航设备基本上都失灵了 我们真正体会到 什么叫找不到北了 职业画家翟莫有着20余年的航海生涯 一绕地球航行两圈 计划2023年环航南极洲 用艺术创作的方式完成自己的三圈 其实航海没有大家想的这么难 因为我也不是一个职业的航海人 我的职业画画的 现在会越来越多了 因为很多人可能通过我的航海 就了解到搬船航海 搬船航海有很多的乐趣 比方你到一个国家的时候 都是落地通关 比较自由 未来的时间 我想为了地球转了三圈 现在已经第二圈了 估计明年如果是顺利的话 就可以用艺术创作的那种方式 来完成我的三圈 翟莫认为 世界各国因求同存异 和平利用海洋资源 人类更应该尊重海洋 加强合作 共同保护海洋 应该有航海以后 对中国的海洋的海洋文化 海洋历史有所了解 其实我们是一个海洋大国 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 你想郑和卡西洋 像南海打捞着沉船 都是宋代的 造船航海术 是世界上都无与伦比了 其实中国近几百年的历史 都是从海上来的耻辱 中国人远离海洋太久了 在翟莫看来 很多学者把中国界定为陆地文明 黄土文明 这是错误的 他希望通过航海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海洋文化 和海洋文明